在講義這裡有講到shift加app是不透明度的選單,就是strength 另外一個app就是筆刷大小 這剛剛都有提過 筆刷大小就是radius 再來這兩個就是感壓與否 就是你的繪圖板 如果你有繪圖板,這兩個啟動了 它就可以根據你的壓力大小 決定筆刷的大小跟它的不透明度強度 再來呢,就是他們這一堆東西的快速鍵 我們可以到這邊來shift加空白鍵按怎麼放 裡面看得到就是有cursor cursor就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是draw 所以shift加空白鍵加0 然後再來shift加空白鍵feel 反正就是一路拍下來,就是shift加空白鍵就對了 好,ok 那所以,像我們剛剛在這邊,可能也許我在 F 好,這邊呢,我們這邊就是 隨便塗一塗好了 好,那這邊呢,可以看到剛剛說到 Eraser,Eraser是這個橡皮擦這個工具 其實你可以看得到就是它在這個地方呢,它有一大堆Eraser 比如這個,Eraser Strong 一畫過去就沒了 它這個是,不是Strong,應該是Stroke Eraser Stroke 它剛剛原來預設只是Eraser Soft 然後還有Eraser Point 它是抓那個點的位置去刪弄 另外還有Eraser Hard 另外還有Eraser Hard Eraser Hard跟Soft差不多 所以其實你回到筆刷,這個地方也是有不同的筆啊 你可以看到,比如說有Ink 這邊也有別的Marker OK 好 這剛剛都有講 那再來呢就是這個筆刷軟 如果要去自訂一些比較細的東西 是在這個地方,這個很奇特 它有Stroke 有Randomize 跟Stabilize Stroke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好 首先呢我先把我的筆刷呢 改成像是 誒 怎麼好像當掉了 誒有點當,我看一下是為什麼 誒不可以了 我這邊呢用 嗯 一個比較一般的筆刷 呃 Pen 好了 OK 好,這是原來的狀態 然後我們現在呢可以看一下 在 這裡呢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地方 這樣選了以後 是看起來像是一個 羅賴把 跟一個老虎錢 羅賴把跟老虎錢 羅賴把跟老虎錢 是在這裡 哦 已經打開了 再來呢 是Brush Setting 筆刷的設定 筆刷的設定 筆刷的設定裡面呢有 Stroke 然後有Advanced 我們先看 Stroke裡面的 Post Processing 好了 Post Processing Post Processing 的意思是說 後製處理 所以呢 我現在 在數字是0的時候 我先 呃 隨便畫一條線 好了 嗯 OK 然後Post Processing 裡面的Smooth 數字把它拉到2 Literation 數字我也拉大一點 再畫一樣的線 它其實會後製處理 所以你其實看得出來 這條線的平滑度 比左邊這條高 所以就是 Smooth 加Literation 它其實還有一個 Simplified 就是簡化的大小 如果我們簡化的數字 再拉大一點 哇這太誇張了 這個 好像 根本不能調太多 OK 好 那我們現在把Post Processing關掉 後製處理關掉 打開Randomize Randomize 其實就是 乱數的處理 所以我們現在呢 先調第一個 好的 就是 Radius 底刷的大小 然後這邊呢 啟動那個 感壓 那感壓 感壓的時候呢 力量小到大 中間的曲線 你可以去調它的 它的這個強度 變化大小 就是感壓的力量 如何是改變它的 底刷大小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看得到 OK 這個可能 Radius 要再大一點 我現在用的力量差不多 你可以看得到 那個畫出來的線 有出有細 然後Randomize裡面呢 還有像它的 Strength 就是它的 不透明度的變化 我們可以讓它看 你可以看到它 畫出來的 不透明度會有強有弱 OK 這個 Strength Jitter Jitter的話是像抖動的效果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會抖 Jitter OK UV的話 試試看吧 這個全都開 我們這邊看一下 UV UV我就畫不出來 這個應該可能 不是在這裡用 因為一般來講 UV是畫在什麼地方 像畫 呃 貼圖用的 Randomize OK 再來是 Stabilize Stroke Stabilize Stroke 我們這邊呢 先用 開個新檔 Ctrl N 2D Animation 然後Don't Set 這邊呢 我們去找Brush Setting 裡面的Advanced 去找 Stroke裡面的Stabilize Stroke 打勾 過了以後呢 這邊有個 Radius 跟Factor 我們先來看一下 它用起來其實就跟 ZBrush的那個 Lazy Mouse是一樣的 那我現在把筆刷的大小 調大 跟Strength也調大 它後面會有一條線 這個完全就是跟 ZBrush的Lazy Mouse Photoshop其實也是 後來的那個筆刷的Smooth功能 跟這個也是一樣 Radius再拉一點 拉大一點 線就更長了 OK OK 好 這個是Stabilize Stroke OK OK 好 那我再看一下講 這段還有嗎 接著呢 另外一個就是要提到的叫做 Active Stroke Active Smooth 這個 Active Smooth 這邊也是一樣 這個Post Processing 然後這邊有個Smooth 所以它這個其實跟 這邊的Active Smooth 其實效果應該差不多 它其實就是 後製處理 所以我現在把這個 Post Processing 先關掉 然後我再看一下 它的Stroke Post Processing 喔 這是 Avance 這邊Active Smooth 這邊你可以看到 Avance裡面的Active Smooth Active Smooth 就是把那個 你畫出來的東西 去做平滑處理 OK 還有另外就是 講義的最後一張圖 這個是說按滑鼠右鍵 滑鼠右鍵會有這個效果 Radius跟Strand Radius跟Strand 這是幹嘛呢 就是調筆刷大小 所以其實你可以按右鍵 就是你的筆 按右鍵它就會出來 我的筆怎麼出來 啊 我知道 這有出來了 右鍵然後筆要按下去 這個時候你就會點 可以調那個 Radius跟Strand 好 後面還給你 好第一段講義就講完了 好第一段講義就講完了 好第一段講義就講完了